雪霸国家公园将在111年1月3号启动雪季服务 日前第一波降雪提前报道了 让追雪游客是非常的兴奋 不过因为高山降雪增加了攀登难度 原邦统计12月份申请入园数已经有超过4000支队伍取消 截至元旦大约减少5成 日前雪山地区第一波降雪让高山游客惊演万分 不过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统计 自今年12月份到明年1月2号申请入园队伍数量 原本为8400多支队伍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000支队伍 约13300人申请取消 大约减少了5成 远方研判是因高山降雪增加攀登的难度 或是装备不齐全 这两天前两天取消了就有61队 人数是147人 那这个部分人数减少的比例大概是9.4% 将近一成 那是不是也是就是因为下雪的关系 有可能 雪霸国家公园雪季服务从111年1月3号起 至3月1号为止 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 预计元旦之后陆续还会有几波降雪 呼吁上山游客遵守车辆加装雪链 老车勿上山等原则 这段期间当然他要提出一些计划书 还有一些他有登山 他的计划可以提出他有雪季登山经验的这些资料 那当然 因为山永远都在 希望说登山课上山一定是要准备非常齐全 好的前提之下 才入山去 绝对不能冒山入山 因为这个是有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问题 避免车辆抛锚影响交通 还有新手山友不熟悉雪盘装备等 雪管处提醒游客 上山前请充分做好准备 切勿强行登山 届时再申请入园也不迟 请充分做好准备